注意看 只要攀登者稍有不慎 便会跌进万丈深渊 而挂在上面的 竟然是一个男孩 这时 爷爷在悬崖边上 拉着绳子的另一头 然后将绳索缓缓松开 男孩慢慢降落 一只蚊子飞来 爷爷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因为一不小心 爷孙俩便会粉身碎骨 很快 男孩下降到峭壁边上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 碰了碰石壁 却被一个反作用力蹭了回去 爷爷那头吓得一哆嗦 随后 爷爷调整方向 用力往上拉 男孩才安全着陆 爷孙俩冒着生命危险 竟只为救一只受伤的小羊羔 随后 男孩熟练地将小羊羔装进背包 又拽了拽绳子 爷爷收到讯号 赶紧将它拉了上去 羊羔获救后 爷爷对男孩小帅说 这已经是被抓走的第十八只羊了 如果让我逮到这只野兽 一定要宰了它 这天 小帅跟随着同样丢了羊的猎狐们 去找野兽寻仇 这时 他突然察觉 野兽就在他身后 小帅缓缓回过头 只见野兽它温和安静 并没有攻击自己 而是朝自己叫了几声 这明明就是一条乖巧的狗狗嘛 于是不再害怕 小帅对狗狗说道 大家都说是你袭击了羊群 但我不相信 花音刚落 猎狐很快赶到 但小帅并没有向猎狐报告 而是任凭狗狗从眼前溜走 不久后 爷爷爷在狗狗的必经之地布置了捕兽家 他问小帅这几天看见野兽没有 小帅骗爷爷说 那天猎狐去追野兽 估计他已经被杀死了 但没过多久 小帅便偷偷去找狗狗通风报信 这时 狗狗也像在等他一样出现在他面前 见小帅并无恶意 狗狗放松了戒备 然后跟着他在草地漫步 不久后 他们来到爷爷设好的捕兽家前 小帅担心狗狗会因此重伏 于是抄起石头扔去 直接将捕兽家破坏 又拿给狗狗秀了秀 提醒他下次要远离这个东西 接着 他们来到一片大草原 狗狗本能地上前追赶羊群 但并没有袭击他们 反而还和小羊亲密互动起来 小帅更加坚信 羊群袭击事件另有元凶 往后的日子里 小帅每天都和狗狗待在一起 他们相依相伴 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而狗狗也因为小帅愿意陪伴自己 相信自己 常常偷香肠给他 这天 小帅躺在狗狗身上 舒服地睡着了 但不一会儿 一股难温的气味将小帅呛醒 原来狗狗太久没洗澡了 但当狗狗爬上岸时 这画面却让小帅惊呆了